接下来我们要教的事情是如何给他的条件中算出加速度、位移、速度这些东西 我现在已经不教运动学的公式了 像这样,这有四个公式 我自己小时候念书的时候,我都是带公式解决 而且我当初只背了三个,没有最后那一个 公式背的越多,解连立方程式的机会越少 两个公式就够用了 但如果你只背两个,你就要三不五十就要解连立方程式 我把公式提供给你,代号你去看我上面写的什么意思 有人写V0跟V,有人写V0跟VT,有人写V1跟V2 随便你,反正就是所谓的初数跟末数 你懂他的意思 然后呢,就这样记 有些同学喜欢带公式解决 那你就把公式背好 然后呢,看到题目把公式拿出来用 那如果用我的方法,我基本上是用画图来解决的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背公式 我现在教书的时候,我是用画图 因为我觉得图里面的观念比较多 所以我现在用画图解决,都可以看你开心 如果你想背公式解决,就请你把公式背好 把公式背好 那我给了你四个公式 我给了给了你四个公式 那你去背,你去解决问题 那,不然如果不背公式,就是看一下表格啊 做一些图形啊,就可以另外问题解决掉了 我们的立体06,你一看 就知道他在相同的时间走相同的位移 他是没有加速度的 他是没有加速度的 他是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OK,这我们前面讲过了 然后呢,对立体7而言 你看到,这个东西他在相同的时间没有走一样快 他没有走一样快 那么他是所谓的有加速度的 那加速度要怎么样的处理 你可以先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时间的间隔都一样 都是间隔一秒钟 所以他就是打点计时器 他就是打点计时器所记录的结果 然后有那个记录的结果 请你算加速度有多少 我们在这里的讲法是 你先算0到1秒的平均速度是6 再算1到2秒 平均速度是5 所以你就有两个速度 因为我们只会算平均加速度 delta t delta v v2-v1 你需要两个速度 然后去相减除时间 所以你要找到两个速度 然后呢,去相减除以时间 一个是0到1秒 一个是1到2秒 相差就是1秒 所以除完就是-1公尺秒平方 負代表方向 我前面跟你讲什么 所谓的正号、负号 其实应该重点要讲的应该是同号跟1号 如果加速度是正号 速度也是正号 或者加速度是负号 速度也是负号 最好是两个同方向 那么速度的值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反过来是1号的 一个正一个负 它就会 它的速度值会越来越小 所以这里是负号 表示我的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它会越来越小 这其实有一点点微积分的味道 我们如果讲所谓的小技巧 就是减两次 就是这里减一次是6 这里减一次是5 再减一次是-1 然后呢-1除以时间的平方 这个是这个 就这里 就这里 这里的delta v 看这里间隔多少 这里的间隔如果是10分之1秒 就是10分之1秒的平方 如果间隔是20分之1秒 就是20分之1秒平方 就是等于减两次 那如果有人已经帮你先减好一次 已经先算过速度的 你就只要减一次就好了 这其中还会扯到一些别的观念 你们在补习班的老师 可能会这样教你们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 然后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就是时间一半的速度 也就是说 这里的0到1秒的平均速度 就是0.5秒的瞬时 1到2秒的平均速度就是1.5秒的瞬时 所以这两个相间隔就是1秒钟 就是这里的间隔1秒钟 所以就是delta t delta v 所以相减之后 相减之后再处以时间间隔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也不跟你仔细讲这么多 我就是告诉你 就这样取 然后我会取相凌的做 就是0到1秒去做 1到2秒去做 像我的时间就是一个间隔 如果你0到1秒去做 然后呢 你0到1秒取一次 然后2到3秒再取一次 那你就有几个间隔 2个间隔 你的t就是2秒钟 你的t就是2秒钟 OK 那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 我们就取相凌的做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 我教你的方法 减两次 除以时间的平方 时间就是这里的 间隔的时间 间隔的时间 就做完了 然后用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 取相凌的去做 OK 我的讲义的后面 我讲义的后面 还有介绍另外两种做法 我上课不讲 你自己去看 这些做法各有它的好处 我的做法 刚才讲的做法 好像算加速度很快 就算出来了 可是它只能够算加速度 它没有办法算东西的初速 如果你用我后面写的那两种做法去做 你就可以算出初速有多少 就所谓一些代公式的解法 所以算出速有多少 那有的题目会去问初速有多大 因为我刚才的解法是算不出来的 你只能够算出加速度 那看你觉得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妥当 都可以 就请你自己去看参考一下我后面的解释 然后看一下你觉得哪一种方法你最能够理解 然后最能够懂最会运用你就用那个方式 那未来我们会看情况来做讲解 不过基本上我大部分都是用图形来解决 看表格来解决 不带公式的OK吗 OK